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67集 现在时间是大年初二的晚上 随着刚才我们家外面的几道烟花之后呢 这个年也差不多过完了啊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好像很平淡的就过完 没有什么过年的感觉 其实如果你回想起我今年40多岁的人 在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人许愿说 希望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快乐 或许我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现在大部分的人物质生活可能都有提升了 所以大家应该觉得说这是好事 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都已经跟以往的过节过年差不多 大家还是要多保持感恩的心啊 那大家还是很快就要回到工作岗位 我的话呢今天早上刚下班回来 拖着皮类的身躯上完两天过年的班 那一觉醒来的话呢 试该把这一波的SS的玩具的最后一款机械狗给大家做完分享了 虽然它不是机械虎啊 今天是虎年 那么这款核心级的玩具也算是比较热门 因为先前推出的这一款音波似乎大家对它的评价还不算太差啊 尽管载具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形态 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有喜欢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机械狗的话呢 有附带了一个这个配件啊 就很明显是音波的一个枪所使用的 但是它这个造型的话就有点不太不太正确 因为它这个肩炮啊就不是它平常用的枪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附的这个配件 我相信会成为很多第三方小场的话呢 给音波做枪的一个愿望 而且它附带的枪啊 确实也是这个不是正正正规的音波的枪 那我们的话就把这机械狗从里头拿出来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从里头取出来的话呢 可能不是那么好拿 你可以从后方就稍微把后面给打开 从后方把它推一下 这个机械狗就弹出来了 那你可以反过来放也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 放进去啊 后面前面都把它按上了 扣一下 还是能够 都能够扣得上的 而且这样一来的话 声波内部的话就有一些细节的呈现 所以是一款还蛮 我个人觉得吧 算是蛮有需要去把它买下来的 而且这款核心级跟这款V级的音波一起买 价格不到L级 所以这一次官方没坑人 它的隐藏形态呢 跟我们熟知的卡带是有个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应该是猛兽侠系列吧 那它的变形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火炮给拿下来 然后的话呢 就这个地方有一个组合卡扣 这里打开 这个地方有一个凸 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 这里这个洞啊 跟这边这个凸 它是扣在一起的 把它往后放就行了 这边也是一样拉开 往后放 然后整条后腿的尾巴 先把它给抬上去 然后这有一个槽嘛 这个槽就是整个 后腿的话 它是整个连同宽部一起拉上去 看到没有 这里的灰色部件 直接的把它给扣进去里头 然后呢 把这个腿摆回它的圆状 那前置就更简单了 它的两侧 这里有两侧的组合卡扣 把它给松开 这里面 这里有个洞 这里是一样松开 然后头呢 给翻出来 往下 放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腹部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要拔下来的 在变形成兽型的时候 它是要扣在上方的洞 然后呢 再来就是每次都难倒我的这个 兽型的这个腿啊 到底猫科动物的 这个脚是应该怎么个曲折 那个我就没有养猫啊 我不是那么清楚啊 好的 那最后 还有了 把它的这个武器 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 其实它是 你看它的造型 两侧是不一样 它上面还有多这个小的 一个刻画 有这个小的刻画的话 应该是扣在上面吧 这样子 组合上去 这里 一样 好的 我们的这一款 战犬 机器高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 我们先把它跟主人 做个简单的一个合照 这个比例的话呢 是毫无疑问啊 是很正确的 那以战犬来说 其实多年以前 官方也有一款 电影二的时候 推出的一个传奇集 那么各位注意了 传奇集呢 是比核心集 还要在第一个等级的玩具 可是你看这个大小的话 是比它还要在 大上非常的多 那这一款 电影二的啊 这个现在已经很难买啊 它可以搭 deluxe等级 也可以搭 这个联盟级的音波 所以这一款 非常非常的好用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买到了啊 就一整个漂亮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 这一款机械狗的话呢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可动 前肢跟后肢 都是根部可以动 然后都有一处两处的关节 那后腿的话 再多了一个转折 在后方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缺点 它的这个地方 没有打锚钉 所以这个瘦掌 有时候是会掉下 你看到啊 这个灰色已经有点 有点岔开了 然后脚 头的话呢 可以往下面看 往上面抬 大概到这么多 嘴巴可以张开 OK 然后尾巴上下 可以动 然后细节的呈现呢 也还算不赖 看着还是挺凶猛的啊 然后刻线什么的 做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挺好看的 那我觉得吧啊 当做是这一款 危急的声波的配件包 是一款还蛮值得入的玩具 那就利用这一期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